你能否想象一个19岁的女孩 因病失去双脚 左耳失聪 失去脾脏和肾脏 后来她的父亲给了她一颗身 她原本是一个热爱自由 喜欢滑雪 梦想周游世纪的姑娘 却因不幸地遭遇 而让自己的人生瞬间跌落谷底 但她后来凭借强大的意志力 重新站起来了 并且难以置信地夺得三次世界滑雪锦标赛冠军 她叫艾米·珀迪 被称为盛开在缺陷上的美国玫瑰 2016年9月7号晚 巴西里约残奥会开幕式 作为美国残奥会滑雪运动员 艾米·珀迪身着迷人的3D打印连衣裙 与一台机器人共舞 奉上了引人注目的表演 今天的智商诊疗室 我们就通过她最著名的一次泰的演讲 超越生命的极限 走进她的故事 体会她一路走来的心境 希望大家从中都能有所收获 她在演讲中分享到 19岁那年 在我从高中毕业后 我搬到了能见到雪的地方 我成为一名按摩师 这份工作只需要双手以及身边的按摩桌 而且我可以去任何地方 有生以来头一次我感到自由独立 对生活充满把握 直到人生出现了一个转折 一天我下班比往常早 以为自己得了流感 24小时不到 我就进了医院 生命垂危 只有2%的存活几率 之后的几天 我陷入昏迷 医生诊断 我得了细菌性脑膜炎 在围期两个半月的治疗中 我切除了皮和肾 左耳失聪 膝盖以下节肢 当父母把我推出医院时 我感到自己被重新拼凑起来 像一个拼布娃娃 我以为最惨的是以完结 直到我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心腿 小腿是笨重的金属块 脚踝用管子和螺丝固定 外加黄色的橡胶鞋 凸起的橡胶线 从脚趾延伸到脚踝 为了使它们看起来像血管 不知道我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但绝不会是这个 妈妈站在我旁边 两个人泪水四溢 我绑上这两条粗短腿 然后站起来 它们让我感到十分痛苦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用这些破玩意儿 我怎么能周游世界 我如何才能过我一直想要的 一彩分成的生活 我如何才能再玩单板滑雪 那天我回到家爬上床 我接下来几个月的生活状态 躺在床上淡出生活 逃离现实 我的腿放在床边 我在生理上和心理上 完全崩溃了 但是我知道为了向前走 我必须放开过去的爱民 学着接受新的爱民 那时我突然想到 我再也不只有五点五英尺高了 我可以想多高又多高 或者想多矮又多矮 这得看我和谁约会 因为我有一双特别的腿 如果我再玩单板滑雪 脚再也不会冷 我觉得最棒的是 我可以调整脚的大小 来适合货架上任何尺码的鞋子 我真那么干了 所以这还是有些好处的 那一刻我问了自己一个决定 人生走向的问题 如果人生是一本书 而我是作者 我会怎么写这个故事 我开始做白日梦 像小时候那样做梦 我想象自己优雅的前行 在路途中帮助别人 再次玩单板滑雪 我并不是仅仅看到 自己从山上滑下来 我可以真切感受那个场景 我可以感受到风扑面而来 感受到心脏的韵律 如同那一刻正在真实发生 那就是我开启人生 新篇章的时刻 四个月之后 我重拾单板滑雪 虽然事情并不像我期待的那样 我的膝盖和脚踝无法弯曲 我吓坏了升降以上所有的滑雪者 就是当我摔倒时 我的甲腿还连着滑板 它们一起飞落到山脚 而我依然在山顶 我被惊到了 同其他人一样 我惊呆了 而且很失落 但是我知道 如果我找到两条合适的腿 我完全可以成功 这时候我明白了 艰难险足 只能做两件事 一是将我们困在原来的轨道 二是迫使我们充满创造力 我研究了一年 仍然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腿 也找不到任何有用的资源 于是我决定自己做一副家腿 我和制作者把各种部件拼在一起 做了两条可以玩滑板的腿 你可以看到生锈的螺栓 橡胶 木头和荧光粉胶带 没错 我可以换指甲颜色 这双甲腿 以及我21岁生日 收到了最好的礼物 我爸爸的一个肾 让我再次追逐梦想 我开始玩单板滑雪 我重新工作 并回到学校 2005年 我创办了一个非盈利组织 用来救出身体残疾的年轻人 使他们能再次参加体育运动 从那时起 我有机会前往南非 给几千个儿童带来鞋子 这样他们就可以去上学了 在刚刚过去的2月 我相继取得两块世界金牌 这使我成为世界上排名最高的 残疾人 女子 单板滑雪运动员 11年前 当我施起腿 我不知道该期盼什么 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是否愿意换个人生 我会回答不 因为我的双腿并没有阻碍我 如果说他们给我带来了什么 那就是他们让我依靠想象力 让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 我相信想象可以成为工具 用来冲破阻碍 因为在脑子里 我们可以做任何事 可以成为任何人 相信梦想直面恐惧 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超越极限 虽然今天在讲 无边界创新 但我不得不说 在我的生命里 是我自身的种种局限 让不可能变成可能 我知道这些局限 才是现实结束的地方 和想象产生 以及故事开始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想让你们挑战的是 与其把挑战局限 看作不利或者坏事 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恩惠 可以点亮想象的神奇礼物 能够帮助我们走得更远 远到我们从未想过 这不是要打破局限 而是把局限推得更广 然后看看他们能把我们 带到怎样美好的地方 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 请你给我一束爱的光芒 今天我将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 我要把这世界为你点亮 我的梦想 在每个醒来的早晨 敲打我的心房 告诉自己成功的道路 还很漫长 我的梦想 在每次把我机会 表达自我主张 展现给你年轻的一样 宽阔的胸膛 所有经历风雨 的温柔与坚强 所有青春无悔 烦恼与成长 所有奔向未来 的理想与张扬 所有冲破困绑的 热爱与点狂 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 请你为我 温柔与点独立 温柔与点独立 今天我将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 我要让这世界为我激荡 我的梦想 在每个失败的时候 迎来祝福梦皇 等到幸福就是彼此 依靠的肩膀 我的梦想 在每次浮出汗水 创造生命绽放 告诉世界我们这一代 自信的力量 所有经历风雨 的温柔与坚强 所有青春无悔 烦恼与成长 所有奔向未来 的理想与张扬 所有冲破困绑的 热爱与点狂 今天我 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 请你给我 冰树外的光芒 今天我 将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 我要把这世界 我要把这世界 为你点亮 今天我 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 请你为我 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 骄傲扶掌 今天我 将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 我要让这世界 为我祈祷 我要让这世界 为我 祈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